长厨 7克 陈醋6毫升 料95毫升 芝麻油 生粉 食用油各适量 做法 将处理好的鲜鱼剔除鱼骨 再把鱼肉切成丝 洗净去皮的生姜切成丝 洗好的青椒切开 去紫 再切丝 洗好的朝天椒切开 去紫 再切成粗丝 洗净的香菇切粗丝 洗好的紫苏叶切成小段 取一个小碗放入葱段 部分姜丝用力挤压 再淋入少许料酒拌匀 制成葱姜酒汁待用 把鲜鱼丝装入碗中 倒入葱姜酒汁拌匀 再加入少许盐 味精拌匀 打开鸡蛋 倒入蛋清 撒入适量生粉 抓匀上浆 腌渍约10分钟至其入味 热锅助油 烧至四成热 倒入腌渍好的扇鱼丝 轻轻搅拌 营养分析 扇鱼含有较多的维生素A 可以保护势力 促进皮膜的新陈代谢 尝试扇鱼能补血 益气 消炎 消毒 除风湿 制作指导 此道菜讲求刀工 切善一丝时 要整齐细腻 这样菜肴的菜式才美观 制起断身后捞出 沥干油待用 锅底留油烧热 倒入余下的姜丝煸炒香 放入少许辣椒酱 炒出香辣味 再倒入切好的青椒 炒天椒 放入滑过油的扇鱼丝 炒香炒透 加入少许盐 味精 蚝油 炒匀调味 撒上少许胡椒粉 淋入适量陈醋 芝麻油 翻炒出香味 撒上切好的紫苏叶 用中火翻炒匀 制起断生 关火后 盛出炒好的菜肴 装入盘中即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